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前面已经聊了十几期美国房地产投资的话题,大家一定都听还了,今天我们就换一下口味,周末聊一下比较轻松的话题,聊聊几位跟前跟美股有关的,最近比较红的华人正媒体。 其实聊美股的华人正媒体很多,少说也有好几十个,因为这个标题很吸引粉丝,特别自从去年美国券商取消了股票的交易费用,股市里和散户大量的增加,这也大大的增加了对谈美股正媒体的需求。 我这一集就挑选几位我平常比较关注的四位跟前和美股有关的自媒体,他们是跟我一起谈前的前姐,贝奇谈谷的贝奇,娜娜谈美股的娜娜,老李王强的老李。 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我们先聊聊跟我一起谈前的前姐。 这位前姐,年轻有为,是一位80后,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她06年左右来美波士顿地区留学写会计,毕业时碰巧四大危机的华生。 经过一番的周辞,她还是幸运地进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个当会计师,几年后又跳槽到某对冲基金公司从事资产管理的相关行业。 18年,在YouTube开了一个频道做自媒体谈钱,借记理财,投资,金融,税务,经济,生活,以及一切跟前有关的话题。 她的语言能力好,讲故事的能力强,这一点从她的一个视频中,讲她为了立卡如何说她前老板不公平对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她这段经历在浦东不过了,特别对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让她这一段经历,因为她讲得特别好,让不少听众感动。 虽然她的频道刚开始不翁不火,后来据她所说,她当时也一度动摇过,想过放弃。 但是后来突然有了转机,在去年秋天,特别是10月份左右,她的频道突然大火了。 据她说,她的频道订阅一下子从几万,创升到15到16万左右。 后来在她的频道中,她提到了,当时一天能从YouTube赚2000美金,按那个节奏,她一年可以赚五六十万美金了,远远超过她当时的全职工作。 也许她在YouTube遭到了天头,看到了山姬。 今年疫情在美国爆发时,孩子们只能待在家里,不能上学。 她并持续了全职工作,干起全职的自媒体了,顺便还能照顾家庭。 她为了广开裁员,她还开通了社会的会员频道,准备如期秀者在自己的,在自媒体大干一场。 除此之外,在她的谈前频道,她也增加了不少花样,邀请嘉宾到她的频道里做访谈,吸引更多的粉丝和订阅。 可谓遍地开花,但是觉得钱姐的前景,真是一片大好。 不过人上不知天算,美国二月下旬开始暴跌,商业风又迎来了四次熔断,这本来是个天势连机,给钱姐英雄有用武之地,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俗话说,安军人都盼望着战争,做自媒体的都等待着世界上时时刻刻有大事发生。 钱姐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上当时她也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又全职地做自媒体。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钱姐会活得不得了。 她当时可以说,瞒得不可开交,在她的收费会员频道里大谈美股的全股走线的预测,如美股的底部在哪里。 在她原来的谈钱频道,也大谈美股类似的话题,还做了一份有关标普指数的底部,在哪里的预测调查。 她的调查结果,美股的底部几乎就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什么标普指数的底部在2100,1700,1500等等。 相信当时她的听众大部分都很恐慌。 巴菲特不是有句名言吗?当大多数人恐慌的时候,我就要贪婪。 言重之意就是,当大部分人对美股悲观时,股市就会触底反转。 后来美股果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强力反弹。 她接着又在她的频道里,讨论美股核实第二只脚探底等等。 大家也知道,美股在后来的几个页,不但没有探底,而且还连续涨了五个页,年创新高。 前姐的频道在后面的几个页,一下子也消停了很多,她的视频更新的速度也没有以前的频繁了。 有时好几周才更新一次。 自在见她有这么多粉丝的自媒体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粉丝比她少多的贝奇、娜娜和老李,几乎每两天都更新一次。 在那段时间,她们的粉丝都大幅度的增长,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后来在她最近的几期的视频中,勇业的能听出某些原因。 可能她当时对美股的预测比较悲观,影响她的听众,当时抄底的时机和信心,她的听众有不少怨言吧。 不过这个确实不能怪前姐,她做的标普指数底部预测的调查,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而已。 而她的部分粉丝有可能把她当真,看看这些年来,我还见那些分析师对票无指数的那些预测,都很不靠谱。 我们难道能把那些预测当真吗?听听而已,有时候还要反着听。 不管如何,总之,这对她的心情多少有些影响吧。 可不过大家看看她这几个月的订阅量,基本上年底不动。 归纳一下,你将被她奸奸抛在后面的其他自媒体,如我上面所说的,贝贝,娜娜和老李,他们的粉丝都在这段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感而操之的趋势。 而前姐频道的订阅量最近几个月没有怎么增长。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第一,如上面所说的,她的谈前频道对美股底部的预测和看法, 和现实美股的走向的巨大差异。 第二,她的嘉宾访谈节目虽然在投行自媒体中很新颖,但反应不很前列,可能跟她所选的某些嘉宾有关系吧。 从她最近一起,嘉宾视频里面中不少听众提到,不应该选一个在校的本科生做嘉宾谈当地的情况,而是应该挑选一个在那里学习,生活,工作,十年以上的,对当地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的人来访谈当地的房地产,学校,税率,政策,工作和家庭,这样才能有深度,才能更全面。 第三点,因为她现在有两个频道,一个是新开的收费的,而原来的谈前频道是不收费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她在不收费的频道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了。 第四,可能她达到了自媒体这个行业的瓶颈了吧,她的粉丝去年年底突然长得太冷太快了,幸福突然来得太突然了,她可能还来顾及充电来满足这么多的粉丝的需求,毕竟她讲的大多数话题都是比较基础的科普知识, 复盖面虽广而不精。比如说房地产,她也卸击了,不过从她的视频里能听出来,很多都是来自间接的经验。 还有,比如说美股,她的炒股经验可能极限1401K和IIA里面,跟贝奇和娜娜这些专业股民和劳黎这些总专业的股民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不过前姐很聪明,情商,财商,智商都很高,是因为她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最近在她的频道里,她才开启了, 家宾访谈节目,邀请该行业有多年亲身经验的资深的人士来做视频,达到双赢,一方面让自己和观众学到新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帮这些嘉宾增加人气。 总之,我认为前姐在这媒体的快速成功不是偶然的,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冲锋发挥了她的优势和嘉宾合作来弥补她的劣势。 她的视频话题,覆盖面很广,这增加到她视频将来发展的零化度,跟前有关的事情可以无所不谈。 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破现在的瓶颈,更上一层楼。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类型的视频,请给我鼓励和支持,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和聆听,下次视频再会。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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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